继续回来 我们就在这个律例典章里面再拆分为 宗教与崇拜 然后是政府的层面 然后是民生的层面 我们看看 首先就是宗教层面 刚才都说过了 但我再说一次 宗教与崇拜 就是生命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直到第十六章 第十七节 要完全随调毅宗教 包括一切大小的祭坛 柱像 木偶 神像 全部都要拆掉 以色列文应当去耶和华神 为自己简定立命的居所去 欢喜快乐地去侍奉他 食欲和制物的规例 亦都包括再三提醒人不可以吃血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以吃血 这样你行耶华眼中华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 假怨言者 然后摩西坦率地指责那些拜偶像的人 以色列文甚至也不可以涉猎偽宗教 要将叛逆神的假怨言者致死 叛道的人 即使是至爱的亲朋 甚至是传承的人 亦必灭亡 好了我们看看律法的保护 就是食物里面的洁准和不洁准之例 即是尼未忌那里 11岁的例 以及要照顾尼未人的虐光的规例 欠债的人 窮人和奴婢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再跟着 摩西重提 为了向耶和华感恩而设的节旗 你一切的男兵要在徐教节 七七节 朱彭节 一年三次在耶和华 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 却不可以兇手来朝见 好了 这个就是宗教层面的情况 再下去 政治层面 即是政府层面的情况 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章的二十节 要公正 摩西定下了一些牵涉到审判官和官长的律法 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和华是欠护那些贵赂和屈枉正直的事 例里列明 如何去确立证据和处理司法案件的正当程序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将个人致死的人致死 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座见证将个人致死 搜典章 演讲也列出 君王需要遵守的条例 祭司和利未仁也要搜约干的典章 即是佛则 而律法也指出 无述的事是耶和华所争护的 展望将来 宣布说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们帝兴中间 被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好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但是假先知必被致死 最后部分是港道 设立屠城 捕血仇 免疫者的资格 以及增赠的律例 所以这里是牵涉到政府 好了 我们再下去了 就是民生层面 社交层面 内容在生命的21章第一节 至26章第19节 下例的内容牵涉到 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各方面 例如 遇见被杀的人 要娶被老的妇女 长子的权 半日的儿子 要把罪犯挂在木头上 对待外族人 卫生 放债取利 起誓 离婚 怀大 借贷 公价 收割 庄价等等 这些都在里面 公平的法马 仗打男子的限度是40下 牛喘谷的时候 不能绑住他的嘴 律法也列明 要取兄弟的遗伤 和要留后 而留后是算在哥哥上 当众公廷的法马 因为耶华争护欺诈的行为 阿玛力 临结束的时候 这个热成的演讲之前 摩西重提阿玛力人 趁以色列人出埃及 皮佛困倦之際 从后偷襲他们一事 因此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要将阿玛力的名号 从天下 涂抹 好了 最后讲奉献 一旦进入英雄之地 他们必须欢欢喜喜喜地 将地上初属的土产 和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耶华 并且要感谢地说 求你从天上 你的圣所谁看 赐福给你的百姓 以色列 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祖 起誓 赐给我们留拿与物之地 他们若果尽心尽性 这样去谨守这个界明 耶华必然会尽他的份 令到他们得清赞 美名尊名超乎所做的万民之上 并照所应许的 令到他们归耶华 神为圣洁的民 所以直到今天 2019年 以色列 无论是土产 科技 军事 都是全世界第一的 好了 那 讲到这里了 那 之后呢 就会 为大家去讲 第三个演讲了 那 到这里 祝福大家